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放射性衰变 变成其他粒子 这个左右就是科学家们关注的重点 然而不同测量结果相趋甚远 一种实验方法测得中子平均寿命为14分39秒 而另一种方法测得的中子寿命又多了8秒 真是这个结果差异困扰了研究人员数十年 正反物质不对称 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产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 当正反粒子彼此相逢便会湮灭为光子 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宇宙充满了各种物质 科学家认为每11个正反粒子湮灭的过程中 有一个正物质粒子被流了下来 并组成了当今宇宙中所有的物质 可这种正反物质之间的不平衡是何时如何出现的 目前仍是未解之谜 第四之谜 人类在400多年前首次发现地球磁场的存在 自此展开了对地球磁场测量的研究 人类最早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地球是一块大磁体 北极是磁体的N级 南极是磁体的S级 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发现地球磁场正在诡异加速偏移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 地磁专家不得不紧急修改地磁模型 甚至有专家认为 地球的南北极大约每20万至30万年便会反转 但上一次的磁机反转发生在78万年前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员送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鲜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